日前中纪委突然再次宣布 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一案已经移送司法机关 而媒体最近披露薄熙来91岁岳母写给薄熙来等人的两封信 分析指出薄熙来一案可能即将开审 因此有人希望减轻薄熙来的量刑而有动作 大陆中南海的权斗恐怕再升级 16号 美国之音爆出 91岁高龄的薄熙来岳母范承秀去年写的两封信 一封是4月6号写给薄熙来本人的 信中大赞薄熙来的所谓功绩 另一封是5月24号写给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 和政治局委员李元潮 他希望求见薄熙来一面 与此同时 一直挺薄的北京高校教师王征 再度向中共高层致函 包括新总书记习近平 王征呼吁公正审理薄熙来 时事评论员林子旭表示 薄熙来岳母的信在这个时候被抛出来 主要是给习近平看的 因为习近平的态度如何 对于最后如何处理薄熙来 将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薄熙来的这个处理决定到目前为止 应该还没有最后的定论 这两封信的出现就是要混淆视听 一定是有人希望据此尽量的减轻薄熙来的量刑 其中的一封信是在打感情牌 其内容实质说白了就是什么呢 一个九十高龄的老人苦苦的哀求 想要见见自己的亲人 寒沙摄影暗示大家胡温是多么的不公道 习近平上任后 打掉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的心腹李春成 同时削弱降格江系的枪杆子政法委 海高调宣称要以宪法治国 并宣布年内停止劳教制度 近期又解职了江系的笔杆子中央编译局局长伊俊青 现在博爱成为下一个双方拼杀的重点 周现在抛出薄熙来岳母的信函 以博得大众的同情 可是在习一方胡耀邦之子促查最高层 直指周永康力度更大 而且网络也传出即将退休的温家宝 也豁出去的为这个习近平站台大胆的这个言论 抨击将控制的中宣部 并挑明要对博进行严打 1月14号 胡耀邦的三儿子胡德华向香港明报表示 中共新领导层必须对薄熙来案一追到底 同时还要接出不案的最高层涉案者 实际上薄熙来这个人是 应该说是犯下了掏钱罪行 这两封信在现在提出来 不但不能够管制薄熙来被惩罚被审判的命运 而且我估计的话 对江派的话 这个习近平等这些他会提高 反而会加上他们的警惕性 就是实际上也是警告习近平和李克强 就是说不要因为这些东西来放松 对江派进行反攻倒算的这种可能性 1月9号就在南州事件高温时 中央纪委和监察部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说 薄熙来等严重违纪违法案件 已经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虽然中纪委没有透露具体审理薄熙来的时间 但外界猜测会在今年3月全国人大政协两会前